昨日我们说到,青龙一路讲起万剑一当年的故事,连鬼王听得都暗暗点头,你个人的确是英雄了得,可惜写得太早了,居然不能和他一番交手,真是遗憾,遗憾啊! 他担高头看下,只见天空之中,田不宜,仓从道人,以及端木老祖,白独子,四个人在天空中互相施展的法术,和那些法宝的光芒越来越盛,将那些四个人的身影都映得几乎看不见,而漫天的乌云,这个时候也都被那些法宝的光芒映得发光。 在这阵时,突然在远方的大海之中,传来一阵阵的长笑,声音越来越凄厉,鬼王走走眉头,轮转身说,你个人不觉得,昨晚又有点奇怪呢? 青龙担高头看下天空,又听一听那些长笑声,突然跟着面试一变,你是说,鬼王尋人一就说, 全此之中,那只奇兽每次出现,一定会天地变色,大风大雨,所以,上古的神魔自然这本书里面,就记载着,你只奇兽你是雷神的座騎, 不会这么巧啊,青龙的面试越来越凝重了,他就今晚出现,鬼王尋人一阵, 我来着这个楼波山,已经有点时间,往日夜晚的时候,都没有今晚的这种拜笑声响,而且,还有这么大的风雨,恐怕,看来皮牛就要今晚出世,我们都要做好准备啊, 青龙点头,没错,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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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年来的苦苦清修 将个人都念傻了 鬼王笑着笑 轮转身 没再看到在墙中依然激烈斗发的众人一眼 同青龙两个人 就很快投入了树林之中 再亦不见身影 在黑夜里面 好像有无数双真灵的眼睛 在暗中窥视着一切 众人一路奔跑 都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呼叫之声 远远泛起 远却大海里面 又传来一阵阵神秘的长啸声 是今晚显得特别凄厉的 这个时候 大竹风屋五个弟子 正是驾驭法宝 在森林里面急速地向前飞 本来 以他们几个人的道行 驾驭法宝直上青天 那当然要快得多 但是刚才他们刚刚才 冲出了魔教班人的包围 正要飞起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 没几远 有几个小派的弟子一飞身 就突然间被树林里面 喘出来的几度光黄 硬将他们打了下去 然后 震震惨叫声响起 看来 这几个弟子 被埋伏在树林里面 魔教的人 一暗喘 一跌下去之后 肯定就没得生了 众人看得面色都变了 眼下这个森林 枝叶繁茂 又是这么惹 周围魔教中人又这么多 一飞上去 万一被人发现 当然会被人 好像当把那样打了 宋大人身为大师兄 被几个师弟师妹 都见过多些世面 于是当机立断 决定在树林之间 就立刻直飞而去 这个树林虽然这样 很难发现到那些魔教中人 究竟在哪里埋伏 但是 同样对方也都看不见自己 只有一路向东直飞 飞出这个树林 脱离魔教的包围 这样就安全得多 想到这里 宋大人一马当先 五个人全力地向着东面飞过去 张小凡就跟在后面 一路迎神驾驭法宝 在树林之间穿梭飞行 这个时候 他的胸口还有一点痛 但是刚才 和吸血老妖斗发时候受的伤 就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重 而且绑了右手手臂的元火监 也不时传来一阵阵 很温暖的元阳之气 在自己身体里慢慢游动 这股元阳的元气 似乎对吸血老妖 那些很怪的吸血大法 有特别克制的功效的 不过 元火监虽然暗中 克制了吸血大法的邪力 但是张小凡这个时候 架着烧火棍 一路向前飞的时候 烧火棍上面 传来那些很奇异的冰凉感觉 和元火监 它是有所抵触 在他身体里面 一冷一热 两股奇异的气流 一接触就互相排斥 不过 元火监又不是张小凡用灵力驱动的 所以很快就被烧火棍里面 那个冰凉的气息压回去 但是这个时候 张小凡全部的精神 都放在跟着前面的师兄师姐 飞行上面 当然就不会注意到 自己身体里面 有这样的变化了 一路飞 一路不经意地担高头望下 只见天边的黑云 一路好像沸腾一样 不断翻滚 而在他们后面 阵阵的红光 直透九天 将大半的天空的影都被红色 在那边 当然是自己师父田不易 和师伯仓虫道人 和魔教妖人 正在斗法 都不知道那老人家会不会有事呢 一想到这里 张小凡就马上摇摇头 心想自己师父的道行 这么高怎么会有事呢 那下自己是纯属多余 飞了无奈 众人似乎已经隐隐望到 森林的边缘 而更远的地方 就是隐没在 黑暗夜色中的大海 海风吹过来 搬随着在海面上传来 一阵阵非常凄厉的长啸声 回荡在这个深夜 众人一见到海 他心得堂堂高映了很多 精神也一阵 正要更快地飞出这个黑暗森林 怎么知道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 在黑暗之处 无声无色地射来 一道暗红色的红光 向着飞在中间的 何大志身上的直打过去 何大志 哎呀 这样叫他声 整个身震了震 突然在半空中就跌下去 宋大人他们见到大喜一惊 但是转眼间已经飞去前面很远 马上转回个弯 飞回过头 现在后面的张小凡田凌言 也马上轮转向着何大志飞过去 众人之中 杜毕书和何大志来得最近 反应也得最快 硬停住身影 落在何大志身边 眼光向四面一掃 同时猛地叫 四师兄 四师兄 你没事吧 何大志这个时候 被那个红光打中一下 当堂额头冷汗直飙 小心啊 这个人的妖法好利 好利 他句话都没讲完 忽然间 黑暗之中 又是一栋暗红色的红光打了出来 杜毕书眉头一皱 横身躲在何大志身前 双手掀着法血 那三粒稀奇古怪的色仔 马上飞出来 啪地挡住了红光 黑暗中 听到人耳了声 似乎觉得他这件法波很奇怪 但是 那套红光和那粒色仔一撞 杜毕书整个人震一震 觉得那套红光撞在自己的色仔法草上面 马上借了一股非常重的邪杀之气 居然透过自己的法宝 向自己身上寄传过来 杜毕书大启一惊 哎呀 这个人的妖法果然够邪 居然可以隔密全弓的 他以前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邪法 正是不知道怎么算好的时候 宋大人 田灵仪他们已经赶到 张小凡就跟在后面 一望对面 当堂眉头一皱 他觉得这套红光 有几分像当日在死灵渊 那个魔教练血堂的连老带 赤魔眼发出来的 果然 接着听到几声的长笑 在黑暗之中走了几个人出来 正是以连老带为首 连血堂的一帮人等 连老带站在最前面 面上摆的那些赤穷的大眼 一日都不知道几个人害怕 但是这个时候 他只眼睛是慢慢恢复正常 而跟在他后面的 正是那个美貌妇人 刘古 野狗道人都在那里 唯独就不见了个 很年轻的林峰 张小凡和这帮人 见过几次 一眼就认得出 特别是那个野狗道人 今晚 就是他把吸血路妖带过来的 搞得张小凡都不止捱了几多斧头 但是现在望下 野狗道人都不算好过 那块面呢 一块青的一块纸 伤痕缕缕缕 可能刚才被吸血路妖 戳起整个人随手一钉 使他在这个树木操壮的森林里面 肯定撞到够了皮了 练血堂以前就够威风 但是可惜 现在已经是太过衰落 而且他们的实力 在魔教的其他大派看上来 也都确实是够差 所以 万毒门和鬼王中 派了其他人 去包围那些正派中人 在那里激烈斗法的时候 他们呢 就被人派到来这个森林边边那里 看看有没有流亡之鱼 摆明的中人是看不起他们的了 但是 人在屋线下 连老大他们敢怒不敢言 自己正是鼓起 啊 怎么知道今天居然有人 在那么远的地方 在森林里面跑到来 你属 那就真是一个 很好的立功机会了 只要逐着这帮人 人口魔教之中 练血堂的地位呢 自然会稍微升高一点啦 野狗道人今晚呢 也都很谷气 之前 就已经被人好像麻鹰捉鸡仔那样 整个人 赤在张小凡面前 后来那个吸血脑 真是打完齋又不要和尚的嘛 一找我仇人而已 就将我随手担在一边 好好地担一下都好啊 他又不管三七二十一啊 哇 拆到我整边身都损了 那块面最重要的嘛 要见人的嘛 哎呀 达到你一块青一块纸 又似你们话 整套戏都不知道怎么样发泄 你现在转头一望 哎 你被他发现 撞入来这帮青云小子里面 就有那个张小凡 而且他望着自己面上的表情 是似笑非笑 不到他来嘲讽自己 野狗道人把火当堂谷不住了 因为吸血脑妖的道行那么高 而且性格又那么凶残 比十个胆啊 野狗都不敢去找个报仇啦 但是张小凡就不同了嘛 而且呢 不是这个臭小子 自己洗脑了这么多腹 一想到这里 很投降的囂張说话 怎么知道个威都没摆得出来 哈 野狗道人 嘖一声就冲了过去 搞到他说话到了嘴边 居然没办法说 只能够硬弹退回到肚子 咳了两声 几乎逐一声 心都不知道多么生气 你死野狗啊 我的威风你都敢想我吗 这个时候 宋大人已经飞到何大志的身边 他落下身形 仔细一看 发现师弟呢 刚才只是一下子没有提防到 被那些邪杀之力的侵入体内 有时之间 应该又不可以动手的了 但是呢 真是不会危及声明 正在担心的时候 突然间背后怪叫两声 只见一个 整块面好像狗那样的妖人 冲了过来 而小师弟张小凡呢 就制起他那件短短的烧火棍 把他截住 两个人冰冰棒棒 热骂骂地打起来 连老大非常生气地 登了野狗到人的眼 但是跟着眉头一皱 认得出跟野狗交手的 正是拿着那件 很奇异的烧火棍发布的青云小子 当日在死灵渊 自己的赤魔眼居然耐他不可 还几乎在他手上涉过底 所以对这个小子的印象很深 这个时候 野狗到人和张小凡打了一阵 两个人 身影的树林之间急速移动 几乎化成了两道光芒 但是 越打野狗到人的心越惊 只是不见了几个月而已 张小凡的道行呢 好像比当日的死灵渊之下 又精进了很多 尤其的手里面 那条古古怪怪的烧火棍 那个样子虽然难看 但是青光闪闪 在自己面前是闪离闪去 每一次 自己的獠牙发布冲上去 一遇到烧火棍 就立刻 叮咚地退回头 而且时间越长 烧火棍前面 那颗青黑色的猪 就越来越光 漸漸漸漸漸 还发觉 你那颗猪 有些吸着的力量 向自己吸过来 似乎自己全身的精血 都会随时被它吸走一样 野狗到人越打越心寒 又想起当日 在死灵渊之下 那个姜老三吸血 鬼起来 姜老三都算莫名其妙 一向只有他吸人血 没有人吸他血 怎么知道 那天莫名其妙 被这个小子 吸得全身精血都干了 然后变成皮包骨 整只人肝死了 哎呀 什么现在你正派 这个小黄八蛋 手里面的法宝 居然被你野狗爷爷 还要邪的 连老大见到野狗到人 越打越处于下风 他被人皱紫眉头 按他想 他们今晚在魔教来的人 人数更多 恐怕没多久 有人听到这边 有声就会赶过来 万一被人见到炼血糖 连几个青云小辈 都收拾不到 恐怕以后就更加 没有面见人了 于是转转头 向旁边的美貌妇人 和刘稿洗了的颜色 那两个人会议 身形一动 马上向墙中的直奔而去 几乎在同时 那边的宋大人 和田令仪 也都分别迎了上来 其实 这一晚的情形 实在对正派中人不利 本来中人都以为 在这个这么荒僻的地方 只不过 是一帮小小的魔教余孽 在这里聚集 谁知不单止来了这么多人 而且连那些 引居了成百几年的 老魔头子也都出世 宋大人越打越心急 他惊着被这帮魔教中人战施 一会儿 敌人的援兵 赶到这样就糟糕了 正要揭尽全力 解决这些妖猎的时候 怎样一出手 旁边一道暗红色的红帮打得来 宋大人马上用仙剑一剪 哎呀 他心不敢一寒 原来在赤魔眼发出的红帮 有一些邪杀之力 一打中宋大人的法宝 转眼间就透个十虎先 结公过来 宋大人道行深厚 当然可以抵挡得住 但他同时感到 对方这个妖人的道行也都不低 恐怕被自己还要深厚几分 同一个时间 田凌儿和那个美貌妇人 已经打在一起了 杜必书在旁边看一阵 就已经看出 这个一只大眼的妖人的妖法 很厉害 大师兄应付得有点吃力了 于是冲上前去 和宋大人以二敌一 年老大站在原地 赤魔眼不断射出 那些含有邪杀之力的红帮 以一敌二 居然一时间也都没落在下风 这个时候 刘狗就冲到野狗道人身边 和野狗一起对付张小凡 不过张小凡的道行 虽然精进了很多 但他临敌的经验实在太少 不像是连老大 以一敌二 他觉得压力越来越重 但是只有咬住牙筋 硬撑下去 希望两位师兄或者师姐 能够尽快解决其他的妖人 过来帮手 本来 他自从在黑石洞里面 领悠了天书的其中一部分的含义 道行其实在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更进一步了 只不过 一来 他领悠的天书 这些含义的时间太短 二来 修行也都未久 再加上 他又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 用出佛门的大帆波野功 最重要的是 今晚他曾经打书给吸血老妖 虽然伤势不重 但是这样激烈搏斗的时间一场 身体的疲倦感觉越来越厉害 渐渐渐有点不听洗了 其他人呢 他师姐田令仪和那个美貌妇人 正是打到不分上下 两人一路高飞低闲 那样子呢 又似乎大家的各声现场 本来呢 在旁边看都很好看的 不过 你想田令仪打得的 那妇人过来帮手 恐怕一时三刻都很难做得到 而宋大人道必输那边 这个时候也都被年老大紧紧箭实 脱不出身 虽然 他们都看到 小师弟的形势漸漸危急 但是 那个年老大一度到暗红色的红光 不断地射过来 急切之间 不要说走掉身 一下子不为意 被那邪杀之力侵入体内 到时候还后眼无穷 后来你躺 旁边的人是帮不了手 张小凡被野狗道人和刘古两个人 逼得一步一步地后退 额头上冷汗都飙了出来了 大淡大淡地喘气 连脚步也有点乱了 何大智躺在地上那里 个心看得很急 知道再没人帮手 恐怕不用一时三刻 这个小师弟就要写在这个两个乙虎人手里面 大触风门下的弟子人数虽然少 但是感情更加好 众人对张小凡这个老老实实的小师弟 一向大家都很喜欢 于是何大智咬紧牙关 硬撑起身体 拿出法宝 就想帮这个小师弟手 太子反应不过来 勉强用烧火棍在身前一挡 砰一声 野狗道人和刘古的同事身形大振 但是张小凡呢 就被他们这股壮力的打到飞出去 重上地带在地下 野狗道人终于打倒他了 大笑了几声 和刘古一齐飞起 手里面的刘牙法宝和刘古那件法宝 凭空直打下来 眼看着就要拿着张小凡的命的了 这个时候 在隔壁的田令儿和宋大人都失声惊叫 但是你也被人贱得实一实 根本救不了 看着张小凡就要死在这里的了 怎么何大只都忍不住转转头 不忍心再看了 各位 那张小凡命运如何呢 轻日再说